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文藝在這裏 彈在這裏 今天我們就要講一下 特朗普揚言說要派重兵鎮壓示威 還有說到這個戴妖 終於接受第二輪的裁判 就是說這個校務委員會 究竟會不會踢他出港大呢 我們稍後說一下這句話 還有就是 立法會的選舉好像大家也知道 一些選舉主任 發問了寄信發問了一些問題 給這些黃色參與人士 就要他們回答完才被入閘 還有是一定要回答 我們稍後看看問題是什麼 還有看看他們會怎樣回答 還有就是 這個特朗普指導自己 這個智力是正常 仍然有認知能力地說 稍後聽一下他講什麼 最後就是講一下 美國的大使館事件 他用一個很粗暴的方式 他進入了我們的大使館 還要誣蔑我們的中方人員 是的 我們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 訂閱留言 去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節目正式開始 首先講一下特朗普 特朗普說他會派重兵 最近好像很短暈的 他接受霍士新聞報道的時候 就講到 因為現在美國的示威情況 非常之嚴重 特朗普一開始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說他願意派5至6萬名軍人 去鎮壓這個示威 但後來講一下 不知道是否太高 說大一點 說大一點 他說不是5至6萬 是7.5萬 是7.5萬 這個數字 就會派聯邦執法人員去鎮壓 但是香港的媒體很搞笑 香港媒體不斷報道美國的疫情 也有報道 即是在數字上跳動的報道 但是美國的示威行動 他們好像沒有報道 其實是很嚴重的 美國的示威 應該要繼續報道 其實因為州政府找他 才可以聯邦人員過來執法 因為聯邦政府和州政府 他們是比較獨立去運作的 其實這個舉動 特朗普就是想 叫那些州政府 即是暗示給他們聽 你們一定要允許我派兵進來 你們的州 一定要允許 給私家壓力給他們 還有就是說到特朗普 又是霍氏新聞訪問 可能同一段 他就說自己 是有這個認知能力 有良好的記憶力 身體健康 即是說他沒有暗示 還有有很好的心智能力 就去適合 喂 心智能力這個 我不太認同 就去適合連任總統 其實你剛才聽完那件事之後 他真的有點暗示 傻的會不會自己傻 是不會的 唯一不會說自己傻的 就是傻人最多 從這宗新聞都可以看到 其實特朗普已經急到有點亂 而且他的智力各方面都有問題 心態上全部都有問題 為什麼呢 就是他下令美國人員 就對我們的中國大使館做些什麼行為 強硬叫爆他的動門 是呀 是呀 還要是FBI 是呀 還要是下命令去捉拿我們中方人員 然後又老屈他 是呀 就說他是軍情人員 有軍方背景的軍情人員 是呀 之前這個叫做唐娟的一個醫生 是呀 軍方醫生 即是軍方背景醫生 所謂他們所說的 就說他從事間諜活動 來到美國的時候 就老屈他 就說拍到兩張軍人照 所以你一定是跟解放軍有關聯的 還要是屈醫生偷高科技產品等等的東西 是呀 其實那兩張照片大家看清楚一點 他肩膀的粒花是一粒花來的 其實呢 真正的軍人肩膀的不是花 是星星來的 一粒一粒星 這個職位是什麼來的 其實就是一個叫做 民職的軍隊體系的 民職人員 他主要並不是有這個軍銜 簡單來說 他正式來說不是一個軍人 他醫生就醫生 只不過在軍人也是政府機構 裡面打工的醫生的意思 他就被人派到軍人大學 就當副教授 就是一些解放軍醫院 裡面工作 就被人冤枉了 在一個解放軍的體系裡面 又說他來偷情報 這樣 但是很簡單就是 我們運動員都不可以去美國 因為我們運動員很多 都有所謂的軍閒 他有一種民職的掛在軍隊裡面 例如一些八一體校 八一的籃球隊 足球隊等等 其實都是這種身份 很多世界冠軍都被授予一些軍階 甚至乎有軍閒 笑教等等 他們怎樣說 他們是否又是真的 叫做會 走去美國比賽 又被人家弄屈呢 其實很擔心 因為美國現在真的無所不容奇極 大家都看到 認知障礙的總統 所以還說 形有認知能力 他絕對沒有認知能力 形有認知障礙 說完特朗普這個 認知障礙有問題的人 就說另一個 又是一樣的 大妖 最出名 沒錯 他在星期二 再有一次裁決 上次就說 他是一個行為不當 是嗎 但就未是一個叫做好的理由 要解僱他 有些校委不同意這些說法 再一次審判 星期二就有結果 有很多校委 校友等等 甚至乎他們的同事老師 都說 戴耀廷呢 其實是對校譽是很有影響 沒錯 香港大學現在很出名 在國際社會上 但出名什麼呢 出名出了暴徒多 暴徒大學 還有一個暴徒的教授 沒錯 有很多聲音就說 他誤人子弟 慫恿學生去犯法 這些都不是一個好的理由嗎 這些 有什麼理由是可以比這些理由好 還有誤人子弟也能解僱 是啊 其實戴耀廷呢 早前已經在這個 泛民公投裡面 是有些職位在身 是他organize 他組織 整個公投完了之後 他就向外間宣佈 就說 我辭職了 我不再做這些公投的事情了 我就要專注我的學術工作 這句說話說給誰聽呢 就是說給他們的校委聽 他們的庭客人員聽 所以我們希望星期二 這個戴耀大耀廷 是會被逐出廣大的 是的 我們就期待著這件事 希望他是終身被褫奪教席 是的 沒錯 是終身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說一下 這班黃人 又說到立法會選舉 立法會選舉主任 今次就特意問了一些黃色的候選人 就以寄信的形式給他們 發問了很多條問題 分別有些什麼人 我們可以說一下 有楊岳橋 某桂南 劉永康 郭榮鏗 郭榮鏗 郭家綺 袁家衛 等等 這些這麼有標誌性的黃色人士 是的 問他們 這班人全都是 新報派和舊犯派的人 問他們是什麼 我覺得正常的 這個選舉主任 去信問他們的問題 問他們是否繼續 會叫美國去制裁香港 是否會繼續支持美國所謂的人權民主法案 和美國為香港定立的自治法案等等 順帶一提一提 這些問題是一定要回答 如果不回答的話 就當你沒有參選資格 其實當它放棄了抗辯的權利 是 可以繼續 是的 再問他們 會不會繼續向其他國家 去做出所謂抗爭 和要求其他國家去制裁香港呢等等 又例如 會不會繼續叫其他國家搞香港 會不會擁護基本法 這些行為 即他們早前的行為 其實和擁護基本法 這是有抵觸的 問他們怎樣看 是不是繼續擁護基本法 也都問他們 怎樣看香港的位置 是甚麼位置 是一個獨立位置 還是屬於中國的屬土呢等等 很多這些問題 再問到他們 是不是支持三十五家 是不是當他們入了議會之後 就會否決所有的法案 議案提案 包括財政預算案 施政報告等等 等香港停擺 香港的地位是怎樣呢 是否你們所謂拘捕去國際戰線呢等等 還有就是 會不會繼續去反對國安法呢 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很大的議題 就要他們回答清楚 而每一個問題都是針對著他們自己所說的事情 包括在六月三十號之前和六月三十號之後的事情 來問他們 據我所知 如果這個問題 他們回答得比較有偏差的話 都是沒有這個參選資格 這個就要看選舉主任怎樣去評價他們 是的 譬如他問他們 是否繼續抗爭 是否繼續支持這個五大訴求等等 其實呢 講到劉永康和楊岳橋等候的難度 他們現在都不會回答 是 不會支持回答 為什麼呢 他們怎樣說呢 就是 他們要問他們的律師團隊 是 問一下怎樣回答 是的 很明顯 他們想做一件事就是 玩法律的流動 沒錯 是的 其實我們 香港人是有眼看的 無論你怎樣回答都好 你反中亂港就是反中亂港 你勾結外國實力就是勾結外國實力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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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親身走到去 還有郭榮鏗那些 真是 你親身走到去美國 去欺求別人 制裁香港 我都沒見過一個 一個公民是會欺求外國 制裁自己的國家 沒有可能出現的 是的 所以就是說 其實他怎樣回答都好 他的行為 已經做了出來 還有他以前的說話 講話已經說了出來 就是說 他是要令到香港陷入一個 無政府狀態 然後是脫離中國 就是說他們想搞港獨 是的 所以就是說選舉主任 其實他們無論怎樣回答都好 其實都應該要DQ他們 是的 不用給他們機會 雖然這個是一個做法 但是 形式 但是 香港市民是有眼看 他們做了些什麼 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麼這件事 我們之後再跟進一下 看看他們回答了些什麼 是的 最後就說一下 漏了的就是 剛才大個 講過大使館 那個駐休斯敦的 中國駐美國的總領使館 他們非常粗暴 用我的手法就是72小時之後 就強行 帶上那些電動的鉗 鉗爆到門 衝進去 撩開 拿東西 就是 拿了東西 爆開你的門 這樣都可以 大使館裡面的 領事館裡面的東西 屬於我們中國 是的 沒錯 他們不管了 他們當時八國聯軍都是這樣搶掠 有些影子在那裡 我覺得 是很粗暴的手段 說真的 我們現在說 在中國裡面的美國領事館 我們都可以用同樣手法對待他們 是的 我們覺得是 現在說了 成都的領事館終會被撤銷了 沒錯沒錯 其實我們現在還未說有多少時間 還是72小時 是相對的 是相對72小時 如果我們 強烈呼籲 72小時之後 其實我們自己強烈建議 就是將它移為平地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沒有 將它的東西 掛回其他東西 掛回其他東西 是的 是不是 掛回其他東西 養雞也好 養鴨養鵝也好 養鵝也好 好啊 我大眼還有一個建議 是 將那裏 整個建築物 就變成公廁 不錯 不錯 市民可以使用 預信人有三急 可以進去大小解 但美國人就收快 美國人就收回其他錢 是的 這樣也不錯 這個建議好 是的 我們會向不同的有關人士 建議一下 是的 今天時間差不多 沒錯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我們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Facebook專頁 下次再見 拜拜